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之前也在排队已经反应过了 但是说他妻子失踪了 一起失踪案 使在场的所有侦察员都感到逐座振战 面对周围百姓的围观 侦察员之间没有任何交流 对眼前看似普通的一栋居民楼进行外围勘扯 俨然这里刚刚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事件 既在我们的意料之内 但有的又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这个密一天接不开 一天就没有把分给群众交流 你说什么都是苍白无理 路火急水群众都不会相信 警察迫不烂 就是对百姓的亏欠 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 他们的目光中没有好奇 流露出的是战战兢兢的惶恐 紧接着从围观的人群中不断传出异物 原来这已经是这个小区发生的第二起人员失踪案 早在半年以前 小区里的张芳也不见踪影 居民口中的张芳是沙河市2011年4月4日发生了一起失踪案 失踪地点是和11月25日刘燕失踪的同一个小区 也同样是中年女性 而且直到刘燕失踪为止 张芳一直杳无音讯 2011年4月5日 河北省沙河市指挥中心接到报案 报案人称 20业小区内的一位名叫张芳的女性失踪了 当时张芳姐姐报案保证她妹妹张芳 4月4号晚上失踪了 就是4月5号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手机什么都找不到 几乎每天都到电话 那天就突然电话都不通了 然后第二天又到 他们都通 第三天都到上海转回来 据张芳的姐姐介绍 张家共有姊妹三人 而大姐很早就到上海工作 失踪的张芳在家中排行老二 早在几年前离婚 并居住在小区的单身宿舍内 张芳平时里主要照顾智障的妹妹和父母 鉴于家里的特殊情况 身在上海的大姐 经常给妹妹张芳打电话 询问家里的情况 她姐姐也是比较孝顺 就是像她的一个失怀人一样 每天要给她妹妹倒点 也是了解她妹妹的情况 然后就是看她父母的情况 另外还是她智障的妹妹 所以姐妹几个关系特别厚 侦察员接到报案后 立即赶到张芳的住宿 对房间内的物品进行了缜密的勘查 下场就是一架放的 屋里边的窖地非常加满 就是窗 桌子 然后有个房衣服的柜 当时这个资源证还在家里边放着 那个窗户窗户被入了 都摆放得很比较长期 其道地方没有命下来发抖粉 因为张芳你看她是单身女性 她家里边的之前的物品 别人都不知道 没有跟她一块通租的人 就她家里边之前有什么了 现在少什么了 别人也都反映不上来 由于失踪的张芳 平日里单独居住 侦察员在现场能够获取的信息 少之又少 随后 侦察员对张芳同事和周围邻居开始投访 走访的过程中 侦察员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 了解到4月4号当天晚上 张芳是给她几个女朋友 在一会儿吃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 他们同事们都反映 说张芳当时起了一辆自行证 然后就回家了 根据张芳屋内停放的自行车 结合屋内没有翻动的痕迹 侦察员判断 张芳应该是在回家后失踪的 而且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现场因为比较工整 比较完整的家里面 没有被发现那么多痕迹 应该可能 当时我们推荐 可能是不是从家里边 骗出去了 现场第一现场 是不是不在这里 如果张芳是被人骗出家门 那么屋内至少会有两个人的足迹 房门上也应该留有指纹 柯林侦察员感到意外的是 在接下来的勘察中 再也没有得到任何 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没有线索的现场 让侦察员无从下手 而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这也使熟人作案的可能性 骤然上升 随即 侦察员开始从张芳的财产 私人信息方面入手 寻找线索或者知情人 然而结果却令侦察员失望 当时受案的民警可能比较迷惑 不知道该立什么案 立杀人立绑架 立什么案都没有发现犯罪的证据 侦察员的种种猜想全部落空 张芳失踪案一时间陷入僵局 而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出现在警方视线内 在调取了张芳全部的个人信息后 侦察员发现 这起失踪案没有任何线索 也没有任何征兆 张芳的失踪有些离奇 那么他到底在马呢 这时负责外围调查工作的侦察员 反馈为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张芳离婚后 一直在物色再婚对象 其中与一个已婚男人交往频繁 约了就是一个唱起平靠的 约过这个人 然后包括他们两个人收记 都是公众交委困绑倒一会 这个与张芳交往频繁的男人 名叫陈军 与张芳同住在一个小区内 据侦察员进一步了解 两人交往已有五年多的时间 因为他给这个守华人 接触最为明显 关系就是世界还特别畅 包括一乡吧 处这么大世界还不可能没有帽子 这个男的他结婚了 也有家庭 张芳是个单身 会不会是这个男的 想跟张芳转转关系呢 张芳不愿意 是吧 有可能是不是产生过争吵 侦察员与熟人作案的推断 相结合 大胆做出了情杀的可能性 随即对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陈军 进行了秘密调查 有一次啊 就是那个 这个张芳找到了他家里边了 张芳喝醉酒了 找到了他家里边 就是哭着闹去了 就要求你结婚了 是吧 你没过结婚 怎么啦 哭着闹去了 但是他妻子也知道这事了 因为他 因为这个事 就产生了矛盾 他回来把张芳给 叫做 人拉走 拉出去 推到门外 多次的吵闹 使张芳与陈军的矛盾 不断加大 甚至邻居也反映 经常能听到 隔壁传来的争吵声 这使陈军的嫌疑 再次上升 侦察员立即对案发当天 陈军的活动轨迹 进行调查 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 下一条电脑 也就不知道他做什么 最后所有的证据都没有 也才能证实的 包括他的总案事件 对他生涯解决 也进行进一步调查 也没有发现其他以上 最后咱还把他给排除了 此时距离张芳失踪 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排除了陈军的作案嫌疑后 张芳失踪案再次陷入僵局 警方凭借办案经验推断 张芳很可能已经被害了 但又没有确认的证据 可以证明这一推断 假如是绑架就应该有犯罪先人的勒索电话 是吧 要是意外事故 就应该发现失手 一直按失踪案来调查 大范围的排查 从张芳失踪这日起 就没有停止过 侦察员早出晚归 走访失踪者居住的小区 以及周边的居民 但始终没有找到 有价值的线索 附近的居民 对张芳的离奇失踪 也议论纷纷 而就在侦察员极力寻找线索 寻找张芳踪迹的时候 谁都没有想到 就在2011年的深秋 在同一个小区 又一起失踪案发生了 专案组可以肯定地想 这是一起案件 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失踪 而受害人刘彦的失踪 不仅是在白天 地点则是小区最繁华的 街星公园附近 2011年11月23日 失踪的刘彦 今年45岁 2006年下坎后 刘彦就在小区 街星公园附近 租建了一个门面房 做起了房屋中介的生意 刘彦的丈夫 一直在天津工作 平日里都是刘彦一人在家 据刘彦的丈夫张芳反映 2011年11月23日 她接到了周围邻居的 一个电话 24号晚上的时候 邻居们反映 他这个中介公司 带着有个牌子 在这摆了一页 到24号早上的时候 还在那边摆着 然后一直没人来收拾 正常情况下 他头一天晚上 23号晚上应该把那牌子 收拾到屋里去了 第二天再摆出来 然后我们 一直没人来收拾的东西 然后邻居就给他张芳打电话了 这一反常现象 使张某警觉起来 他立即给妻子刘彦打电话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张某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从天津赶回沙河 寻找刘彦 在查找无果的情况下 张某听说了 校区内居民 对张芳失踪的议论 便忐忑不安地报了警 面对呼啸而来的警车 刘彦失踪的消息 一时在校区内 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说呢 人贩子把他们拐走了 卖到国外去了 有一种谣传就说 你大姑娘小媳妇 你再晚上出去 你恐怕就第三个失踪的 当时这个二十年居民 都相互议论 说是不是有杀人黄了 知道的东西 是吧 出现了二爷 针对二爷 大山美项 又浪漏在了 消息一把 这以后不能出去 非常恐慌 就是说每个人 他都 他都就是 好像就是说 随时这个灾难 都不能见到到他的口上 惶惶不可终于 面对人们的议论和恐慌 两起失踪案 给沙克市警方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同时 恐慌的阴霾 笼罩在居民区的上空 原本热闹的街星公园 也变得老轻了 警方经过研判后决定 将两起失踪案 并案调查 紧张的案情分析会上 侦察员们认真地对案情进行着梳理 希望从中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给接下来的工作带来契机 案情分析会上 侦察员抽丝剥解 对这两起发生在同一小区的离奇失踪案 进行研判 很显然 张芳与刘燕的失踪 都是有预谋的刑事案件 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根据之前的调查 侦察员并没有发现 第一个失踪者张芳与谁有过冲突 所以很快就排除了仇杀的可能性 而半年后失踪的刘燕 作为生意人 也没有与人有矛盾的产生 侦察员通过对两位失踪者的财产进行调查 结果也大致相同 从失踪到目前为止 两位失踪者银行内的存款 丝毫未动 痛痒都没有分痒 这个收集火大也不正常了 或者是银行后 那拿完之后 一边下进被缺了 这些情况都没有 既然张芳与刘燕在失踪前没有任何征兆 那么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把他们当作侵害的目标呢 此刻信心的侦察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小区在沙河市中心略偏东一点点 公司留下来的都是家属楼相当于 是个老国有企业 沙河之所以撤县建市 很大程度上 跟二十业有关系 发生连续失踪案的小区 是沙河市某公司家属楼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该公司在不断壮大 使大量员工涌入 为了解决职工住房 公司在沙河市建造了相当数量的家属院 但由于经营不善 公司从辉煌走向衰败 居住人群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主创建的一个通理的企业住劳 又小鱼鱼 越来越长 现在它的有身力量 独干力量 都到了上海 天津 宁波等地 留在沙河的 基本上是老了病残 随着工作的变动 居民区内便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 老人 以及像张芳刘燕一样的单身妇女 由于这个居民区属于建造较早的老旧小区 与新修建的小区相比 安全设施相对落后 并不完善 治安状况里面比较复杂 因为居住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地的 没有保安 没有同意的人员来管理 没有 现在没有物业 可以随便出入里面人员比较大 侦察员判断 犯罪嫌疑人在失踪者居住的小区内连续作案 并且将侵害目标锁定在妇女身上 很有可能熟悉小区周边的环境 犯罪嫌疑人有可能就是居住在本小区的人 我们中国分析 就是犯罪嫌疑人 很有可能与受盼人认识 所以我们就立足于这个 二十岁辖区进行排查 就在此时 负责外围排查的侦察员 终于得到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现场的目击证人 却没有注意到面包车的牌照 只隐约记得是一辆银灰色面包车 不过这条信息却是侦察员 对犯罪嫌疑人有了更进一步的刻画 根据侦察员的推断 张芳刘彦失踪案的背后 应该隐藏着一个三人以上的犯罪团伙 而且这个团伙具备交通工具 而从作案手法和时间上分析 这个团伙对小区内的居住人员和环境相当熟悉 由小区内部人员作案的嫌疑 结合银灰色面包车出现的这一重要线索 状案组决定 从刘彦的失踪现场向外辐射 重点查找小区以及周边的银色面包车 另一方面加大对小区内居民的摸牌力度 以便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就在拍场的第五天 一个可疑的家庭反映上来 发现这个二十岁王兄梅这一家 很不正常 王兄梅五十多岁 和这个李学超 唐山的二十多岁 皮大儿子还小三岁 在一起拼考 就是他俩年龄差距比较大 不符合正常人的这种关系 他俩年龄差距比较大 然后这个李学超 跟这个王兄梅的儿子 就是说经常在一块儿边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 王兴梅已退休在家 李学超不但与王兴梅二人关系暧昧 而且李学超还与王兴梅的儿子 干儿子等人交往密集 经常在一块儿边的总共是四个人 一个就是王兴梅的儿子李祖 另一个就是叫 一个叫富雅健的 还有一个是一个保定的男的 叫威国套 他四个经常在一块儿上网 晚上出去喝啤酒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立即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警方调查发现 经常出入王兴梅家的人员 平日里的消费习惯 与他们的经济收入并不相符 他们几个人就是说 经常就是说 没什么正当职业 并且有时候还下饭店 大吃大喝 这个王兴梅是 退休 退休人员 也没什么很大的经济来源 更为重要的是 此时侦察员发现了一辆面包车 难道与作案嫌疑车辆有关 李学超的面包车是唐山牌照 并且与目击者所描述的银灰色相吻合 紧接着 案发小区的居民再次向侦察员 反映了一个新的线索 11月23号 就是刘彦失踪案那一天 这个李学车面包车 就下午点左右 在这已经出现了 他当时车上拉的 就是他 就走过四个人 拉着副亚舰里路 韩卫国套 走过他们四个人 在这也出现了 这个消息 是所有办案人员异常兴奋 李学超等四人所出没的时间 与刘彦失踪的时间 基本相符 并且根据王星梅邻居反映 李学超等人平日里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为人蛮横 这时李学超等四人的犯罪嫌疑 迅速上升 但是 由于小区内缺乏完善的监控设施 警方很难找到 刘彦在案发地段最后的活动影像 这给侦察员寻找证据 带来一定的难度 一个苦苦追查半年的案件 终于有了眉目 在无法确认犯罪嫌疑人之前 专案组又该做出怎样的部署 找到犯罪团伙的作案证据 根据目击者所反映的 李学超等人的种种迹象 侦察员推断 李学超等人具有作案的犯罪嫌疑 可是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中安组很难将侦察工作 继续推进 命迹象后 包括一些总婚感觉 把这盆子发震吵能力载枪 他总要给我留点痕迹无常 但是这个失踪感 就是像这个 举的交通工具 当时就排到车 你在路上 抄这个 什么轮胎的痕迹 肯定不行 高一些雕嘲 只能是奏方 周围的 如何取得关键性证据 成了专案组最紧要的工作 而在外围调查取证 没有实质进展的情况下 办案人员把目光 再次投向了面包车 摇吻车肯定还能分析 对他进行目的跟踪 合适的机会 对他的面包车 进行一下检查 2011年12月1日下午4点 在对李学超等人的严密监控下 专案组安排了两名侦察员 秘密接近了李学超的这辆 银灰色面包车 对这辆车进行秘密调查 然后我小吴死掉 给我车在那里访 然后就骂开了 业组密监 就开始在订这个面包车 当时我们取击个人 他要一辆辆车吧 侦察员 发现有几滴血迹 侦察员很快对血迹进行了提取 并将血迹与失踪者张芳 刘燕的DNA进行比对 结果令所有专案组侦察员 倍感兴奋 进行比对 比对李学超车上的学迹 就是那个刘燕燕的学迹 然后在当时就 确定李学超有重大专案嫌疑 专案组已经掌握了DNA比对的证据 同时也证实了张芳刘燕两人 很有可能已经遇害的猜想 侦察员采取对李学超等人 进行24小时监控 一旦时机成熟 对这个团伙立即实施抓捕 然而一个意外的情况 却使专案组不得不改变 原本已经制定好的抓捕计划 原计划因为这四个人 不是一个地方 我们计划就是在原弹期间收网 按照专案组的我们商量的计划 后来通过我们进行侦察 感觉到犯罪团伙很有可能要外出 同时我们得到一条可靠的情报线索 他们第三个磨害的目标已经确立 他们在这个123以后 很快又误色了一个 二十年一个叫801 那是一个居民小区 在那个地方又误色了一名女性 准备动手 但是什么时间下手 我们不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临时的果断的决定 立即收网 为了避免第三起失踪案件的发生 专案组决定提前进行发布 2011年12月31日 经过三个小时的突击行动 四名犯罪嫌疑人顺利落网 犯罪嫌疑人李学超 李璐 魏国涛 傅亚健等人落网后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很快交代了劫持并杀害 张芳刘燕的犯罪事实 2010年夏天 王兴梅的儿子李璐 在回沙河的火车上 与同住一个小区的傅亚健 偶然碰面 两个不务正业的人 却又迫不及待地 想捞一大笔钱 这使得两人一拍即合 动起了邪念 回到沙河后 李璐介绍 小自己三岁的母亲的男人时 并又纠结了另一名同伙 魏国涛 在反复计划后 决定实施抢劫 而抢劫的目标 由李璐负责 他也是李璐说的 就是这个女的有钱 李璐负责上后摁着她了吗 摁着她以后我帮她一起 然后那时候就光想到钱嘛 就给她绑起来了 然后李璐责舞 就是舞的嘴 新美主义两个俩都跑出去了 跑去了就给摔天打了电话 摔天后来就过了 李璐责把被子一掀开 你看人不动了 摔天就根本锁了 锁了到下面摔天说 张芳死亡后 这个犯罪团伙没有得到一分钱 但是作案已经升级 由抢劫演变成杀人 这使李璐责等人惊慌失措 在掩埋了张芳的尸体后 他们沉寂了一段时间 没办法用女的形容 到底是怎么害怕 我总感觉背后有人 然后他在往我身上扣 特别特别害怕 害怕归害怕 但是心越来越野 而他们第二次选择的目标 就是失踪的刘燕 2011年11月23日 李学超 李璐等人 以看房为由 将做房屋中介生意的刘燕 骗上车 随后将车开到偏僻处 询问银行卡密码 当时没有商量过 把这个人弄死 期间这女的 不知道怎么 她把头上盖在那件衣服 撩开了 在车上说 她喊 李璐啊李璐好孩子 你放了我 她就给俺们交易提 她说 百姓关能死吗 她就拿一些石头 找着那女的 这么样大了 李璐 李学超等人 在面包车内 将刘燕杀害 随后将尸体 抛在位于距离市区 几十公里外的 一个山洞里 此次抢劫 李璐 李学超等人 仍然没有得到一分钱 尽管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将面包车 进行了仔细的清洗 可死者刘燕的 微量血迹 还是潭流在了 面包车的角落 给侦察员 留下了足够的证据 案件历史半年多的时间 终于成功告破了 人们奔走相告的同时 办案人员仍有一些遗憾 而案件的背后 却让人们看到了 四名犯罪嫌疑人 因贪欲 因缺乏家庭的正确引导 而造成的思想畸形 他们不仅给两个受害者家庭 带来极大的伤痛 和难以平复的阴影 最终也毁掉了自己 如花般的人生